大家是不是平常在市面上看到很多各式各樣的茶葉 像是便利商店市售的茶葉飲料 又或者是連鎖的手搖飲 也有聽過什麼文山包種茶 洞鼎烏龍 金軒翠玉 梨山茶 在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茶葉的分類啊 它其實分的蠻細的 我們可以用金字塔 來了解整個茶葉的分級 它金字塔的最下層 也就是最大的產量 可以上大同路的瓶裝飲料 工商業原料用茶 再來第二層就是中高級的手搖飲料店 再來最上層的話 就是我們台灣各地的特色產地茶 像是阿里山、三菱溪、洞鼎、文山包種茶、梨山茶 又或者是海拔最高的福壽山跟大禹林 而我最主要是在做茶葉金字塔中產地特色茶裡面的精品茶 是在梨山的茶區 台灣海拔最高的茶區 一年採收二到三次 而我自己是自己種茶、自己做茶、自己賣 所以有客人會問我說有沒有在賣飲料茶 但其實飲料茶的領域跟我精品茶的領域 相差得非常遠 每年的產量跟價格也相差得非常多喔 有在喝茶的朋友也歡迎點擊我的頭像 裡面有更多茶葉的資訊 再幫我按個愛心跟關注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